好,那我们现在老师不管用做简报啊,做影片 甚至是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这个 你看,如果说我们在这边啊 你的图片没有去背 也没有发现图就这样丑丑的 所以如果有去背的话,效果就很好 那您要做去背的话 可能以前我们要学Photoshop啦 或者是其他的影像处理软体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尤其是人的部分,蛮难去背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搭配AI咯 那么老师呢,您进到我们简报DOA之后 下面这里我直接把网址秀出来 有没有,这个地方 您可以先打开它 好,打开它就进到这边了 那我现在呢,就请老师再跟我玩一下 我们这个画面是会长大的 您看那里 有没有一个红色的点 有哦 我故意贴一个在那里 这样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你们看不到没关系 老师知道眼睛要看哪里就好 那,来来来 您站这边 那我们一起看那边拍照一下 好,一二三 耶 老师这样满意吗 可以 可以哦 上课不能玩拍照同贴嘛 你们看不到没关系 我们看得到就好了 来,这里 好,老师请回 谢谢,谢谢 那我现在呢,帮老师把这个直接复制到剪贴簿里面 好,这样你们就看得到了 有没有 好,现在呢 您刚刚有没有打开这个网站 我刚刚已经附在剪贴簿上面了 我就直接Ctrl加V就好了 来 有没有去背好了 这样会不会太快 这样太快哦 再找一位老师来 哈哈哈哈 有没有感觉 不小心就好了 是 老师有没有带手机 有对不对 那你知道那网站可不可以用手机看 当然可以啊 所以以后老师知道你大头挑在哪里拍的吗 哈?在手机上直接拍啊 不然你走到哪里就拍到哪里啊 出来就OK啦 哈哈 来我们先看一下我这边的好了 来你看 老师的刚拍完了 圆图在这里 去背有没有很快 那他不只这样还有编辑的功能 有没有看到 我可以编辑一下 如果老师只是要那种单眼相机的效果 有没有背景模糊 这是一个 再来老师知道现在大家都伪出国 所以我跟老师想要去哪里 我们就一起去吧 对不对 啊看你想要去哪里 我们一起走 哈哈 这样有没有简单 有 那这个你还可以换成颜色的 因为我们现在拍大头照 是背景都要白色的 以前我们小时候都拍这种颜色的 有没有 哎呀你有没有感觉 怎么科技这么方便 AI的 所以我有写了一系列文章 叫做我们与AI的距离 因为他已经不是躲在象牙塔里面 现在是出来在外面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真的很方便 那他还有这个功能 你看上面这里 有没有还有橡皮擦跟恢复的功能 对您可以用这个 如果说万一有他去的不好地方 你可以拿橡皮擦设定大小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里 比如说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点不OK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有没有 我们就移到下面来 老师下面这里没有去好 来这里涂一下是不是可以 那万一做错了 这里有还原 那或者是说你觉得他去太多了 这里应该帮我还原回来哦 有没有 我都可以从这边再做处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棒的 当然我们必须讲就是 他的这个擦处恢复工具 比较阳春 所以老师你知道以后学 影像处理软体要学什么吗 把橡皮擦学好就好 对不对他做不好了我做得到 所以现在呢老师只要 你傻瓜他聪明就可以了 真的真的以前我们买相机 那个广告叫做他傻瓜你聪明 对不对 现在颠倒了 现在他聪明你傻瓜 但是做出来的效果更好 所以这个老师呢 您可以参考看看 来那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老师觉得今天上到这里就好了 哈哈哈哈 因为已经值回票价了 有没有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生活里面就可以用到很多啦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边当然您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从这里下载 但是我必须跟老师讲 你千万不能这么快就满足了 因为我以前刚认识他的时候 他只认识人 可是你知道 你没有放寒暑假 他没放寒暑假 因为他不是人嘛 所以他二十小时都在认真的学习 现在几乎所有东西他都认得 所以有没有老师 你要出个关键字来考考他的 对对对 你想要考他什么 考他什么功能 对对 没有就是什么照片啊 你想要考他什么照片 想不想来考一下 豆腐 豆腐 哎 豆腐要怎么考他 我们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 豆腐 豆腐 第一次 第一次有老师考豆腐的 所以我一定要很认真的对待你 哈哈哈哈 哎 哎呦 为什么不能 对对对 我看一下 老师可以用语音输入吗 可以吗 这样公平吗 哈哈哈哈 好 豆腐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这里图片图片 老师你要哪一张 初题的 上面出来第四张 第四张这张吗 好好好 我们来看看他 会不会认识豆腐 一样按右键复制就好了 你不用把它存下来 好如果是你自己电脑里面的 当然你可以就直接拖曳上去 或直接选 但是网路上的 你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进到这边来 这个Ctrl加V 我们来看看他认不认识豆腐 你是蛮客气的 选那一张还算容易 有没有 他就知道白白的那一块是豆腐 有没有 还有没有老师你要考他什么 有生命没生命都可以 有没有 融眼 蛤 融眼 你要融眼素还是要 你要哪一个 这个 好来点到他 我们就拿大张的 因为大张的解析会好一点 好一样过来贴上去 哦 我来学校 我 你们考的关键字都是我第一次遇到的 哦 他还不错 你还知道这样 不OK的地方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嘛 没有想到他知道叶子不要吃 还有没有什么老师关键字要考考看的 蛤 图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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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这种的吗 你要哪一张 你要哪一张 越摆越好 越摆越好 越摆越好就 来来来 我跟老师介绍一下 什么时候他会失败你知道吗 主题不明确的时候 主题不明确的 如果你通通都是白的 像这个是不是通通都是白的 他就不知道主角是谁 这就有可能会失败 没关系 我弄给你看 按右键 复制 好 一样贴过来 老师你不用担心 刚刚做过的有没有都在下面 所以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网页市场都还会在 好 你看 他也知道白色不对 不要 就只剩下框而已 也没有感觉了 对不对 那我来考考他好的 像 这个 沙发 什么 他哪有变爸爸 差那些了 哈哈 好 这里 来 老师你看看 你要哪一组沙发 家里想要添购了 赶快哦 今天一一一一一哦 哈哈哈哈 老师 我今天一直都进不去 欸 哪一组沙发 你觉得 你觉得 比较OK一点 这一组可以吗 大家感觉这一组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 好来我们复制一下 拿到刚刚那边去 控制加V 贴上 有没有不小心 只剩一点点 不OK嘛 他说 买沙发 尬 台灯哦 哈哈哈哈 对吧 真的哦 很厉害 那这个 老师用到现在 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看到广告吗 你有注册账号吗 没有 没有对不对 所以 怎么 这种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到底 他要怎么赚钱 对吧 来我们看一下 您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发现 他给你看到的 下载的 是不是比较中低解析度的 如果你要比较高解析度的 这就属于 除值付费的 对 就是他去一张扣多少钱 这样子 这样了解 那当然他也有APP 也可以跟佛罗笑结合 但是 其实我们 通常区别的不多嘛 所以我们大概一两张 我通常会比较鼓励 各位就直接去那网站 做一做就好了 这样您了解 所以目前他的盈利机制 就是 比较锁定在高解析度 这样子 那中低解析度 我们可以用在哪边 用在 您的 萤幕上的都可以 包括网页 包括简报 包括影片 是不是也是 网页 就是萤幕上的 这些都 中期解析度 其实就够了 所以 我们就不一定说 一定要用到付费的 那如果真的 那如果真的 老师你 就是有 比如说你在教室里面 做海报 大张的 还是说出去外面 可能你要做比较 就是印刷用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知道老师没有付费的意愿 所以我准备第二个 哈哈哈哈 就是这个网站 好这个网站呢 它 基本上 它两个的 AI的智商 是一样的 所以我下面 我稍微比较一下 有沒有 这个 左边的是我们刚刚用的 remove back on 这个网站 右边的就是另外 另外 那个免费的网站 它们两个 具备出来的效果 您可以 看一下 一个 两个 有没有发现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它们AI等级 事实上是 相同的 那只是差别在哪里 我们 如果说 您 就是要比较高解析度的 你需要原汁原味的 我用比较高解析度进去 你要给我高解析度出来的 这个网站呢 stickermule trace 这个呢 它第一个 它需要注册 第二个 它的界面 不是像我们刚刚复制贴上就好 你一定要存成档案 然后比较 就是传统的界面 就按上传 好 那它出来之后呢 它也有 它没有 我们那个笔刷的工具 但是你也可以自己选 我要合成什么背景啊 什么颜色啊 这些都可以 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下载的时候 你原本上传多大张 下载就是多大张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网站的差异 那以实用的方便性来讲 还是以remove image background 是相对是比较好用 所以这个呢 老师有机会 您就可以稍微试看看 因为真的好用 尤其现在 再来可能就要开 开始拍什么 毕业照啦 6年级的要拍毕业照啦 或者是一些 运动会活动啊 这些都可以拿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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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可以拿来用